据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时日报道称 为防止中国土国墨西哥 向美国出口钢铁合铝 并以此规避关税 拜登政府当天宣布 将对部分在中国制造的墨西哥进口金属征收关税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时日表示 根据新政策 若无法证明钢铁制品 以及衍生钢铁制品是在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国融化或交注的 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产品 将被征收25%的美国232条款关税 此前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 可免税进入美国 此外布雷纳德表示 若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铝制品 还有在中国白俄罗斯 伊朗和俄罗斯野链或铸造的成分 也将面临10%的关税 据美联社报道 新关税政策10日当天生效 墨西哥签连报10日称 美国总统拜登和墨西哥总统洛贝斯 当天在白宫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墨西哥已同意美方要求跨境钢铁产品 提供原产地信息的内容 对此纽约时报援引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的话称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 是毫无根据的指责 是美国用来抹黑和打压中国经济的政治工具 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将阻碍全球贸易 损害中美经贸关系 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破坏全球贸易